得眉山山川自然之灵气 聚茶海之心生态之精髓 一座青山绿水的室外小城 一座与茶结缘的江南小镇 这里滋水碧波阳光柔和 长年烟雾缭绕 雨量充沛 安华茶香 茶文化远远流长 享有中国黑茶之都的神话背后 这里其实孕育着与黑茶齐名的安华红茶 这片神奇的土地 像天神住过的地方 神眷顾自己的孩子 赐给他们土地阳光清泉 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都会心醉神迷 因为这里是他们梦中来过的地方 第一次品尝这里的红茶 闻一闻茶园的幽静 采茶少女的芬芳 茶园木哥的幽阳 清透的琥珀色茶汤 敏上一口 入口的醇香 回味许久的甘甜 如同初见的那缕新香 营绕于心头 久不散去 直到一满人生 最终勿我两望 辉煌茶路 飞升海外 千百年来 岁月无声 回味悠长 宁静古朴的小镇 一直都根植于茶 十八世纪 国际茶叶市场 以红茶为主宗 咸丰初年举起的安化红茶 作风精细 品质俱佳 被誉为 胡红之尊 明朝初始小镇的红茶 就开始顺北疆航运至广州 以每年二十万箱 出口英国 俄罗斯 锦英商中转欧美市场 鼎盛时期 占我国当时茶叶 出口贸易总量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胡红与安徽的吉红 福建的建红 曾顶足而三 很快驰名中外 1915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胡红艳京四座 与茅台其重状元 一举夺获金智奖章 名扬海内外 而其发源地 就是微微雪崩山脉下的安化线 烟溪镇 1978年 获中国进出口公司品质优良茶称号 全国仅建 众所周知 上世纪英国 作为红茶消费最大的国家 红茶 仅建于皇室宫廷 及显赫家族 举行特别宴会时使用 在英国 红茶 享有非安化二字不买的崇高声誉 1945年间 一代红茶大师 丁红创始人 冯绍球先生 曾改进宁红 齐红 辗转安化 任专茶厂厂长期间 改进安化红茶的制作工艺 使安化红茶的品质 更胜一筹 世纪沉浮 辉煌归来 烟熙红茶生产的鼎盛时期 正是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 半殖民地时期 军阀混乱 贸易受挫 以出口为主的红茶生产 从盛到衰 进入21世纪 随中国茶文化 被全世界认可 红茶产业 迅速恢复 并长足增长 2005年以后 中国茶市场呈现 可谓全国茶叶市场 一片红的状态 今天 不仅仅中国 在美洲 欧洲 等许多国家 红茶的饮用 已经成为 口感追逐外的 一种文化情怀 2015年7月 以烟熙 功夫红茶为代表的 安化红茶 成功入选 2015米兰 世博中国名茶 金骆驼奖 重登世界舞台 原世界之梦 天赐精华 北维馈赠 安化县燕西镇 位于北维28度 这是世界公认的茶叶生产黄金纬度带 上座庸群山 下扎根淋水 燕西是滋江之流的途经重镇 优美而婉转的滋江 深自轻盈地穿承而过 水质清烈 从高山洒落 滋润催生了万亩茶圆 2001年8月 中南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陈军远教授一行 来安化进行地质勘测 偶然发现了大量距今 七亿年的稀有十种冰气盐层 且安化集中了全球85%的冰气盐含量 冰气盐所在的土壤 堪称茶土之王 酸碱度适宜 富含辛稀等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孕育出独特清香气息的红茶 穿越了几千年的风霜 清香绽放 好茶种为原 茶艺种植环境是茶品的根本 山野翠自来 向羊花早发 烟溪红茶 源自海拔600-800多米冰气盐集中的 生态高山茶 绕绕不雾之中 紫色的顶级芽叶 沉默而坚韧的生长 天然的滋润 有机的肥料 全城人工 或生物天敌除害 零农残都给予了 烟溪红茶最规律的身价 烟溪红茶 将就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机械工艺的精致结合 有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研发团队 在保留了原有红茶品质的基础上 创新了现在的烟溪红茶 鲜叶经尾雕 揉棉 发酵 干燥等精巧工序 形成了烟溪红茶独有的色香味韵的优良品质 好茶香如故 烟溪红茶外形调缩紧色泽乌润 汤色金圈透凉 香气浓郁而耐冲泡 经医学界证明 红茶除了提神削皮 暖胃养颜 更有舒张血管抗癌之功效 饮用之后 齿甲流香回味悠长 且越来越受到更多女性的青睐 烟溪山清水秀 季后宜人 因百岁老人很多 小镇更是惯以长寿镇而闻名 长寿的老人们都爱喝红茶 是红茶为康乐之饮 有延年益寿之功效 好茶邦为贵 烟溪红茶历史悠久 千百年的传承至今绵绵不绝 在此背后是当地政府的匠心独具 为了红茶产业 烟溪镇单位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引导推进茶叶标准化生产 为茶产业专业化 规模化生产创造条件 加强红茶产业的科技创新 仅扣是一场脉搏 逐步新建了一大批茶园基地 为各村基地配套建设了农村公路 仅最大努力帮扶茶企发展 更为安化红茶的品牌化 集群化发展 插上腾飞的翅膀 城前祖贝义喜后红湖心 红茶产业在烟溪已经成为龙头产业 并因此出现一批引头型企业 烟溪卧龙原茶叶天高云淡 一品卧龙 卧龙原茶叶拥有五千多亩茶叶基地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 始终坚持产品开发以市场为导向 一切以消费者为核心 用红茶沟通世界 烟溪天茶茶叶 品天茶享天下 天茶茶叶历时悠久 为百年劳场 公司自有无公害有机茶园 五千多亩 签约茶园一万多亩 天茶分派系列红茶 用料考究制作精良 品质纯正 以达到国际顶级红茶标准 深受消费者的亲爱 现已发展为大型茶叶股份制民营企业 烟溪球喜茶叶 现有基地面积四千多亩 创始人夏球喜先生 先后被评为省市级人大代表 全国劳动模范 茶厂通过精心打造的 球喜牌银币茶 开创了我国新的茶叶品牌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 演习顺势而为 强力推进三加二发展战略的实施 加速推进以茶产业为重点的 现代农业发展 横廓基地 提品质强品牌 强力推进红茶产业发展 现已建成生态高山茶园两万亩 再建茶园五千多亩 未来六年 将扩大到六万亩 在文化经济大产业的环境下 镇政府将按照茶园 茶企茶旅文化预体的思路 将引领更多合作生 逐步把烟熙 打造成天下红茶第一名镇 让烟熙红茶香飘万里 造福全球